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台由老式吊扇改装而成的发电机 这款发电机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的家庭使用 特别是这种夏天的用电高峰期 个别地方有时还会停电 但使用这款发电机一个月下来就能节省不少的电费 制作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 首先这种发电机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种老式风扇的电机 因为这个吊扇比较旧了 我们先把这个电机通上电看看 像这样的还能正常转动的电机 我们是可以拿来使用的 这种老式的吊扇可能90年代之前的人建的比较多 现在是比较少见了 不过现在对我们也依然有大作用 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机的盖子给它拆开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像这样的转子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比较了解 这个转子是制作这个发电机的主要部件 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电机给它取下来 可以像这样借助一些工具进行敲打 取下来的这个转子还是蛮大的一个 看起来应该能起到不错的发电效果 这个基盖里面的也是有一个像这样的钉子 我们得把它取下来 现在呢是通过这个逼给这个盖子画上一些记号 做这个记号的目的呢就是方便我们打孔 把钉子给它取下来 打孔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不要打太深 避免把里面钉子打穿 打完之后像这样用工具把钉子取下 然后我们现在呢找来一些像这样的磁铁片 先用记号笔给这个钉子画上适合磁片大小的记号 因为我们等会要在这个钉子里面 把这些磁片镶嵌上去 做好记号后 用角膜机间隔把多余位置进行切除 切完之后呢给这个切割出来草味抹上一点胶水 然后贴上我们的磁片 注意磁铁的正负极要间隔贴上啊 贴完磁铁之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转子上的线圈部分 这个线圈是有两层的里面那一层是没什么作用的啊 我们把它剪掉处理掉就可以了 之后呢我们给它这个电源线加上一点锡 再给它套上这个绝缘的热锁管 其实到这里我们这个发电机也就制作的差不多了 也是可以看出呢我们制作这个发电机并没有太多的步骤 一些日常用电的话 有一个发电机呢也是挺实用的 像我们老家这些农村地区 高峰时段也时不时都会停电 大家如果觉得这款发电机还可以的话 可以用您发财的小手给视频点个赞 也当是给视频留个记号 以后有机会的话也许也是用得上 现在呢我们制作了一个传动盘 把这个传动盘给它固定到这个基盖的上面 然后呢接着是把整个转子都装回这个外壳的里面 之前怎么拆的 我们怎么装回去就可以了 装好之后呢我们找来一个灯泡 把这个灯泡的线与发电机的线进行连接 然后我们来试试这个发电机的发电效果 通过手电钻带动这个传动盘 使里面的转子产生转动 现在呢已经是可以看到灯泡亮起来了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发电机是制作成功了 但是这样使用起来呢也确实不方便 我们找来一个铁支架 把它焊接到这个支架上 这样就可以利用其他的工具 来带动这个传动盘的转动 处理完我们把它搬来一个木板制作的底座上 把它固定在这个底座上 这样就能使旁边的汽油机通过皮带来带动发电机进行发电 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说汽油机的发电成本比较高 不是太划算 其实我们这里也只是说 为了大家更方便直观的了解 所以通过这个汽油机来演示 具体使发电机转动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装上一个风扇液用风力发电等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能带动传动盘进行发电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发表一下 另外我也发过一些用风力发电制作的发电机视频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鉴鉴一下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吊扇制作的发电机的发电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同时把这个抽水泵拉 还有这个风扇以及一台电视 同时带动都没太大的问题 不知大家觉得这款发电机怎么样 有什么好的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另外别忘了给小编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